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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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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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们也给您都讲完了 然后您按照我们的思路把它背下来 在考试的时候ABC第四个政策经常会出现在综合体里面有这么一问 算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本讲开始进入到的 其实已经接近了增值税的美声了 就关于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这呢 它有一个底层逻辑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增值税本身水很深 它是不管是在我们国家 乃至全世界都算比较难的一个水种 因为它是属于链条水 它可能会就是影响方方面面 作为纳税人来讲呢 当然我们这个纳税人 我们现在就不太愿意说小规模了 因为小规模纳税人在整个增值税的税收制度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另类 本不应该有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呢 也本不应该全行业斗争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际税的合并啊 也是为了税款能够 中央和地方共享啊等等 反正就都进行了这个增值税 纳入到增税的征税范围 所以现在呢 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 就是在税收优惠这呢 你会发现我们学其他的税种 从来没有说 你比如说消费税啊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说可以放弃免税的 对吧 曾经有人问过我 他说 哎 老师 这个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 对吧 企业都是为了赚钱的 都不愿意交税 那没办法了才得交 那么为什么在增值税里面 竟然还提到了说 纳税人可以放弃免税 放弃免税意味着去交税啊 那有人说这是他觉悟高吗 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他的觉悟高 如果是这个企业觉悟高 高的话 他可以跟曹德旺一样 他可以跟这个比尔盖茨一样 他们可以拿这个企业的税后经济利润 取权增 对吧 或者拿个人的财产取权增 但是他还真不是 站在增值税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们先不说小规模了 我们只说一般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他是属于道道环节 都应该形成肖像 而道道环节呢 都允许去抵迹象 道道环节只就他自己这个 本环节的增值部分给国家交 那么如果一旦是说 在整个增值税的链条上 如果有一个纳税人 他选择了免税 当然这个免税也是国家允许你选的 你才能选 对吧 你比如说我这个笔的生产期 压根没说能享受免税的 你天王老子来了 你也不能选择免税 我们说的是 你能选择免税的 并且可以放弃免税的 一定是国家规定的那几种 比如说咱们去举个例子 避孕药品和用具 我们是可能我认为啊 当时这个政策 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的号召 然后就提到了 避孕药品和用具 是可以免税的 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 它是属于免税货物 那么作为纳税人来讲呢 你可以免税 但是你可以放弃免税 我给您举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他能免税 但是他不愿意免税 他愿意恢复算销项 减进项 就是他防止 大客户都跑光了 他防止他开不了张 因为作为纳税人来讲 你要是选择了免税 意味着你卖给谁 你是不能给谁开增值税的专用发票的 当然你也不找你的下游企业要销项税额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一旦选择了免税 你是不行成销项 那么你在采购过来的时候 你在买进来的时候 进项税额你也不能抵了 这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对吧 你购进的货物用于免税项目 你的进项是不让抵的 因为增值税是链条税 有销项了 你的进项才能抵 那么你可想好了三思而后行 如果您作为这个纳税人 比如说您是一个批发商 你现在选择免税 你应该选择免税的话 你是不行成销项 那你支付给你的上游企业的 价款和增值税 就都变成了你的什么支出 就都变成了你的成本 这时候你再卖出去的时候 你不可能把自己把它用掉 你肯定要卖出去 当你在卖出去的时候 那是你的成本 成本肯定就会加大 成本一加大 在家里的利润 你的卖价就很高 其实你卖价之所以高 是因为你把能比的进项 给它跟成本加到一起去了 就跟你买的一个货物 加到一起去了 那成本自然就高了 那么这个你在往外卖的时候 价格也高 这时候能够单独核算 你非给它并到一起 其实对下家就不太有利了 这时候下家就说了 哎呦我可不找你买东西了 好家伙找你买东西 你倒好你免税了 你倒是不找我要肖像了 但是你也第一不能给我 开增水中法票 第二你卖给我这种东西 可能够贵了 因为你是把你支付的价款 把你支付的增值税 你都压到我头上来了 对吧 而且你还要加到你的利润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有可能下游企业 就不愿意找他买东西了 在这我给你举个例子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A是生产企业 B是大批发商 大批发商 你看啊 A是生产企业 B是大批发商 C呢是小批发商吧 小批发商 然后D呢是超市 你看啊 这个超市可厉害 大超市 大超市 然后这个呢 就卖给这三个小美女了 看出来了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我们现在说的税收就会 我们没有说分一般纳税人 还有小规模 我们不分 就所有的纳税人都是一样的啊 你看啊 现在我们就说了 他们都是一般纳税人 A也是一般纳税人 B也是一般纳税人 C也是 D也是全是一般纳税人 那么这时候呢 A呢把东西生产出来 B云药品和用具就卖给了B A说了 我知道我卖给你的是 B云药品和用具 我知道咱们国家增值税载型条例 明确规定是可以 B免税的 但是我放弃免税 我就正常的去消税 允许吗 我们说允许放弃 为什么 A很零 A心想我是生产企业 底下这都是什么 大批发商 大批发商就是大买卖人 大买卖人往外卖 他都会形成肖像 他一定是需要进向的 所以这时候如果作为生产企业 他选择了免税 估计他就别开账了 他卖不出去了 所以人家不选择免税 他就卖给了B B呢就会给A价款 就会给A增值税 那么就是A的肖像吗 A说了啊 我为了把这些B云药品和用具生产出来 我可买了很多原材料 那你就减啊 你看作为A来讲 肖像减进向 那个差额 你是不是就往税务率去交了 A放弃了免税 他算了肖像减进向 这时候B说了 你看我找A买东西还行 A够意思 给我开了一张增值税的专发票 你看作为B来讲 他就有进向了 然后B说了啊 我知道我买进来这东西是B云药品和用具 我们国家是允许免税的 但是我放弃免税 然后我放弃免税 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卖给了C 因为他放弃免税了 他就要找C 要价款要增值税款 他也把他这个环节的差额 交到了税务局去 你看他们都交税了吧 这时候你会发现 A交税乐乐和和去交 为什么 因为A交的税是B给他的 因为B要给A价款和增值税款 所以A是乐乐和和去交的 而B也是乐乐和和去交的 因为B是从C手里 收过来的价款和增值税 所以B也是高高兴兴的 就A就交了 然后C呢 下面是小批发商 就买进来了 买进来以后呢 这个C呢就说 哎呀我买进来的是 B云药品和用具啊 这在我们国家增税 材料条例里边 是可以免税的呀 哎呀我要不 我选择免税吧 我选择免税吧 因为允许啊 你说我 你说我卖个罐头 你说我卖个这个小妮人 你想免税 你是免不了的啊 但是你现在卖的 这个B云药品和用具 是允许免的 然后这个C就说了 那我选择免税吧 好 这个C一选择免税呢 你看啊 他的所有的后果就出现了 C就找到了这大超市 比如说华润 他就跟华润说了啊 专用发票的 对不对 对吧 然后这时候呢 D说了呀 我是大超市啊 我一年肖像税额税很大的呀 我现在就是想镜像 而且我这么大超市 我为了寻求镜像 我还买大楼房 我还买这个小汽车等等 我就是想镜像多呀 这时候这大超市说了 哎呦你要选择免税的话 第一你C给我这个 华润超市 你开不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啊 对吧 我得不到镜像啊 还有一个人家D就问C了 好嘛 你明白吗 有后果啊 你要是选择免税的话 给你开的增值专用发票 你可能也就不能理了 你都进成本了 对吧 那么D就开始说C了 哎呦那你卖我的东西可够贵了 又是价 又是增值税 都给我混在一块算你的成本 你卖给我 加上你C小挣的钱 那肯定 挺贵的 然后这时候人家D说了 下回你别上我这来了 我不买你的东西了 你看是不是相当于 但凡他要是选择了免税 他就真 有可能这个大客户 这个华润超市不找到买东西了 因为人家下一家想要专票啊 你免税了 你给人开不了赚票了 而且你免税了 你前面借箱不能抵了 你的价格自然也就高了 其实就相当于是什么 堵在这了 你明白了吗 就跟那个血液一样 不流动的正常来讲 你看他卖给他 他卖给他 他在卖给他 如果都是消减金 消氧金多好呢 他非得堵在这 这时候呢 这个大仇是 哎呦我不能找你买了 就这一回吧 假设有合同啊 就这一回吧 我下回你可别来了 你看这时候你会发现 但凡他选择了免税 他就给自己造成了一种障碍 没客户了 所以我们他是可以放弃免税的 而且你会发现 如果C要是放弃免税的话 其实他也不吃亏嘛 你别享受免税了 虽然是卖的便宜要免货用具 你照样你找他要价款 要你就会形成 交相嘛 然后再减掉进相 你一不 你C不是从B这买的吗 人家给你开的专票 不用你的进相吗 你也把一部分增值税 交到税务局去多好呢 对吧 你不是相当于是 肖像减进相 肖像减进相嘛 然后这时候假设 这个C说了不行 我和算完了 我呀就想免税 我一旦免税的话 我的进相不让我抵 然后我就折合到成本里面去 我就往外卖 然后这个D说了 那你别卖给我了 我不想你买东西了 那好 你知道这个C找谁去了吗 C人家说了 你不要就不要了 我也有别人 你看这个C 他就找到E了 找到E了 E无所谓 你知道 为啥吗 因为E是一个不景点的小超市 他本身年应税销售我呀 200多万 他是一个什么 小规模纳税人 所以当C找到E E说了 我把这些避孕药品和用具卖给你 我可免税 我可选择免税 因为这东西是可以选择免税的 所以我给你E 开不了增水上发票 E说了 你开不了 我也不要 为啥我是想物魔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货物 我们是普遍挣增值税的 所以作为税务局来讲 他也不知道 你的上游企业是谁 你的下游企业是谁 然后你们各自到处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所以就说了 你正常来讲 我告诉你 你看我们后面就会跟你说 避孕药品和用具本身 他确实是可以免税的 但是你可以随便选 你可以放弃免税 看见了吗 你也可以选择说 我就不放弃 我就用免税 都可以的 所以你先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底层逻辑 相当于是一般大学人 一般大学人 一般大学人 ABCD都是一般大学人 正常来讲 如果我们没说 避孕药品和用具是免税的话 你们就别走这脑子了 都得是肖像减性像 肖像减性像 对不对 然后最后卖给最终消费者 那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作为这个D来讲 假设这个D 这个华润大超市 跟这个C呢 长期合同 而且关系非常好 然后C呢 他就非要选择免税 D呢 说行 你愿意免税就免税吧 那你卖给我 你自然就不能给我开专票了 那我从你手里就得不到 赠水装罚票了 对吧 那你只能给我开普票啊 而且呢 我琢磨着你作为C来讲 你卖给我的价格 肯定也低不了 对吧 那肯定啊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作为D来讲 他上的这些必要品和用具 在C着上的嘛 他自然价格就高 价格一高就成本就高嘛 然后他在往外卖的时候 最终倒霉的是最终消费者 最终消费者是倒霉的 因为堵在他这以后 他并没有把增值税和价格分开 都混在一块了 成本自然就高 如果成本高 他再加上他的利率 乘以这个成本利率的话 他的总价格就会高 其实相当于这种中间 只要有一个人选择了免税 还依然停留 还依然就在这个链条上 其实最终老百姓是倒霉的 因为相当于是 税掉重复征税了 这种我用一个不该说的话 就是一条鱼 缴获的满锅型 您可以测算一下 如果C跟A和B一样 通行达理 都放弃免税的话 这时候他依然也是肖像 减了进项 把税有局交 差额交到税有局 然后这时候D呢 也是往外卖 会形成肖像 减进项 准比他中间有一个人 选择免税 税费要清 当然还是那句话 因为增值税 普遍征税 税务局无法解决 每一个具体企业 你到底有更合适 所以我说 为什么您在考注快税法 同时顺便把税务师 考下来是对的呢 因为税务师 他主要解决的 就是税收筹划问题 因为有三颗 都是跟税务相关的嘛 所以很多企业 现在就是说 当他能够选择免税的时候 他是选好还是不选好 对吧 就是这个 是需要结合着具体企业 结合着你的上游 你的下游 你的客户在哪 如果你的客户群 全都是小规模纳税员 甚至说 这人说了 我根本就不经过你们超市 什么地啊 什么意啊 我直接把这个东西 卖给老百姓 那这时候他随便选 因为他选择免税 人家老百姓说了 你给我开专票 也开不了 我也没有这个纳税信息 对吧 所以这时候你就看 如果他整个 还是在增值税店条上的话 中间只要 有一个人选择了免税 其实对于增值税的最终 消费者来讲 其实是并不利的 因为他会涉到 就堵了一块 堵的这块呢 他的这个成本就会加大 再往外卖的时候 随便会被重复 因为他的成本 是包括了买的时候 这个镜像嘛 然后再出去的时候 他并没有形成肖像嘛 所以现在就没有 被底下去 你要形成肖像 就把那个镜像给底了嘛 这时候就相当于是 就跟那个 就是就跟那个大肚子一样 一直往下就传 所以最终老百姓是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思路就完了 正因为有这个思路在 所以才会体现 体现出来 我们后面 比如说我们在 这个这个基础大通关的 11页 我们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嘛 11页中间有二 纳税人发生 应税销售行为 是用免税规定的 可以放弃免税 所以大家总问 我为什么要放弃 就是因为 你如果不放弃的话 可能C再也不可能 把东西卖给D 可能不要了 那你就只能选择 把东西卖给E 那E都是小多吧 对不对 那给的起钱 给不起钱还不知道 好这时候 大家可以转变一下思路 如果说这个 币律药品和用具的生产企业 它生产出来以后 它直接卖给最终消费者 这时候大家想 但凡您是面对的最终消费者 如果能够选择免税的话 那你自然应该是选择免税 而不能放弃免税了 因为已经到了最终的环节 无限我给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A 现在把这个币律药品和用具卖给B 卖多少钱呢 卖100 那么作为B来讲呢 因为A是放弃免税的嘛 它要正常交税嘛 所以A就跟B说了 我给你开专票啊 B说行 我除了给你100 我再给你一个13块钱 对吧 那么作为A来讲 假设它的进项是8块 那么A 你看往税务聚焦多少 13块 减掉8块 等于往税务聚焦5块 这是相当于是它放弃免税 为什么 它为了保证增值税链成的完整 它为了能把东西卖给B 因为B是需要进项税额的 然后B卖给C 比如说C 需要进项税额的 所以他们就放弃了免税 但是事情是这样的 A 现在一储就卖给了最终消费者 它不卖给B了 它卖给最终消费者 最终消费者 它是没有消费税额的 它也不会期待的进项税额进来 它不会找A要增值税的 专用发票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A就想了 作为老百姓 它也不少要赚票 而且这个东西又能选择免税 那我选择免税吧 一旦选择免税的话 对老百姓是绝对有利的 为啥 因为它不需要找老百姓掉这13了 但有一点 作为A来讲 你一旦卖出去 免税没有形成消费 那么你的进项这8块 肯定不让底 对吧 那么人家A说不让底就不让底 不让底 我就卖给老百姓 加到下家身上去 就卖给老百姓108块 您看看 作为最终老百姓 最终消费者来讲 他如果能够从生产企业买 买的话 是不是他花108块就到手了 是不是108块 作为A生产企业来讲 这8块钱 就是他曾经在采购的时候 他的进项税额 因为他卖出去 没有形成消费 进项不让底 不让底进成本吗 就加到老百姓身上去了吗 你看是不是 当他面对他的下游 是一个最终消费者的时候 如果能选择免税 他就应该选择 但是如果他面对的 不是最终消费者 他面对的是B C 这样的旗的话 如果你真的是一意孤行 如果就选择免税 那有可能对人下游起来讲 不利 人家不从你这买了 能理解吧 其实通过这个免税 增值税的免税 我们给大家举个这个例子之后呢 您就能够越发的感受到 一个问题 就是 增值税 它真的是一个链条税 而且它主要指的是一般纳税 小规模纳税 就是配角而已 所以面对一般纳税来讲 他真的是卖出去 就会形成肖像 就让他抵金像 如果你卖出去 恰房卖的这个东西 是允许选择免税的 你要选择的话 那金像就不能抵了 就又一次印证了 我们第四节 给您讲的 只要你够进来的 这个货物用于免税了 对不起 金像不让抵 金像不让抵 就跟我刚才说的 A 把这个B药品和用具 直接卖给了老百姓 那么这时候 他的这个八块就不让抵 不让抵没关系 这时候老百姓信箱 我这样买也合适 因为他免税了 如果作为这个A 他说我卖给老百姓 我也不给他免税 F 我放弃免税 老百姓这时候 就得掏多少钱 110 3块钱 你看看中间 是不是就差了5元 是不是就差了5元 所以说在增值税这 为什么你的下游 只要不是对 用消费者 你就得考虑 对吧 你得三四是后行 你能免 当然符合免税条件的 你可以免 但是你看看 你是客户 都跑了吗 但是如果你的客户 全都是最终消费者的话 绝对免税是最终 有利于消费者的 就这个思路 大家应该有所了解 在这个思路上 你慢慢的在时间工作当中 你再去摸索 你们所在的企业 上游是什么样 下游是什么样 你再去做衡量 对不对 那你就看一下这个就行了 好 那么讲完了这个例子以后 大家对于这个增值税的免税 应该有所了解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教材内容 提到了增值税攒行条例 规定的免税的项目 有什么呢 首先就是关于 因为增值税都是针对 对传统来讲 就是针对于货物嘛 但是我们就有几样货物 是允许免税的 而且大部分还都是 从国外买进来的 所以你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考试 确实不太容易涉及 但是底层逻辑要清楚 哪个呢 第一个就是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资产农产品 您还记得吗 我曾经给您说过一个事 我说农业生产者 销售资产农产品 应该是在第七节那讲过 我说到底国家是在爱农民 还是在害农民呢 本身啊 我们国家像东北地区 对吧 就全国吧 全国各地的农民特别多 税务机关呢 对他们无法 把做到一个一个的 进行登记和征管 所以就会造成 说只要你是农业生产者 你销售你自己种的大豆啊 花生啊玉米啊 所有东西 就给你免了 虽然税务局征不过来 忙碌不过来 他就给他免了 但是一旦免了 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你一旦免了 没有形成肖像税额 农业生产者往外卖 外卖没有形成肖像 那么这个农民 他再去买种子 他再去买他所有的 这种生产资料的时候 他就不能抵进项税额 当他不能抵进项税额的时候 那么他花的所有的钱 就变成了都是他的本钱 对吧 按理说 如果一个公司去买的话 那价格是价格 增税是增税 他就可以是双鬼子 现在不行了 所以农民来讲 他买进来的种子 连价在增税都混在一块了 那么他再往外卖 他生产出来这些农产品的时候 自然价格就不会低 因为他有一部分 其实涉及到一个重复被征税的问题 那么由于涉及到一个重复被征税的问题 我们前面也说过 如果您现在是一个 比如说红果罐头生产企业 你找农民买山楂 这时候我们是允许你这个一般大神 从农民那买的时候 可以计算抵抠 对吧 那有人说了 既然允许从农民那买东西 做计算抵抠 这不也是挺保护农民的 对呀 如果你在不让他 从农民这买东西计算抵抠的话 你想象 还有没有一般大神 找农民去买东产品 那就没有了 那你说 你老大爷 老太太们都种出来这些东西卖不出去 就一定会有黑社会进来 告诉你老头没人找你买 对吧 也就我 告诉你多少钱 老头说这些东西20万 骂20万 给你两万五 对吧 你不卖给我也没人找你买 你就会发现他一定会在农民这 给他设计账 那农民老大爷说明天不中了 我们国家对于农业管控 相当之严格 对吧 我们农民要不中粮食的话 你我还活了吗 活不了 所以我们就说 好行 不管你们谁从农民这买东西 虽然农民给你开不了 增值税专用发票 而农民呢 也确实他在买种子的时候 他也没有得以抵扣进相时额 现在是在农民这就断了 这时候呢 我们说种子公司是一般大水人 而 你罐头厂又是一般大水人 你看两头都是一般大水人 就中间农民不能开穿票 不能抵扣 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允许 罐头厂从农民这买东西来计算抵扣啊 那 这不对农民挺好的吗 其实还有一点 我们后边给大家讲过 那个增值税的 不管是增量留底税额退税 还是存量留底税额退税 都讲到一个 进相税额的构成比例问题 你还记得吗 在讲到构成比例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您的这个分母 是从2019年4月1号 到您申请退税前 一般大水期内所有的进相税额 而分子呢 就是不能包括计算抵扣的 我当时跟您说过吧 比如说您从农民那买的 您计算抵扣 进相税额 还有您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 进相税额通通都不能作为分子 那么一下子就会算出来一个 比如说进相构成比例85% 那15%就是从农民那买 买进来的进相税额 这时候你看 是不是在这个企业 一般大水人 在做留底税税的时候 不管是增量和存量 是不是在农民那买的那东西 都没给税税 你看 没有办法嘛 所以在这个点上 你就会体现出来 这点我们国家跟德国就不一样 德国 因为德国它本身人就很少 几千万人 那肯定大水人也少 农民肯定也少之又少 可能比他们的农民 可能比咱就比咱们少很多吧 这时候人家德国就说了 农业生产者销 不受自产农产品不免税 相当于是农业生产者 他往外卖的时候 他会找对方 要找这个罐头厂 要加要税 对吧 然后农民再去买他的原材料 买他的种子的时候 他能抵 这时候你会发现 是不是就真的 把农业生产者 想象成了华为和中兴一样 就真正想象成一个买卖人 买进来的东西 能抵进相 卖出去的时候 能开专票 这时候他的销路 肯定就是很很广阔 就跟一般的公司是一样的了 也不会有人过来挤压他 并且肯定我认为 如果在做增值税的流底 和这个增量流底 和存量流退税的时候 也不会再算这个 这个建项税额的构成比例 对吧 所以在这呢 您就得思考 得思考 有的时候你觉得 当然我如果不点拨这一下 你可能不知道 你觉得这真是对农民好 其实真不是对农民好 但是没办法 这是因为这个征管成本 达不到 就是农民太多 税务局没法做到 你想还针对农民征税 就连很多公司 只要是跌定为小规模大水 我们都睁一眼 那农民更管不过来了 对吧 所以你得知道 农业生产者就是农民 然后他销售的 资产农产品是免税的 但是还有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说农民吧 他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 老两口他的规模比较小 但是他特别精心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被私 料了 什么时候该给他打针了等等 但是呢 他钱少 他的规模小 有一些公司呢 就看上来 说你看这老两口特别精心 弄这些鸭子 弄这些鹅 鹅呀什么的 但是他们就是规模小 公司说了 咱这样行吗 我多买点来 然后你老两口呢 受点累 咱多养点 然后挣了钱以后呢 咱大获分 咱就形成一个公司加农户的形式 这老两口一看 好嘛你们出私 那行你买多少 晚上不睡觉 我也给你盯着这些鸭子 这些鹅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农户 和公司相加的模式 这时候其实也是为了 让农民更有积极性 农民挣的更多呀 然后这时候 我们依然把它作为免税 只要有农民在这里面 还是作为免税的 所以你看 说如果这个纳市人采用的是 公司加农户的模式 从事这个促勤的饲养 纳市人回收 然后再销 销售促勤 也属于农业生产者 销售资产产品 也是免征增值税 在这点上呢 就是但凡是跟农民相关的 为什么呢 如果此时不免的话 那就是你再往外卖 这些粮食啊等等 那如果是算作是公司的话 那不就形成肖像了吗 但是问题是 因为它是农户加上这个公司 所以我们还是 但凡有农业生产者在里面 依然遵循着之前的免税 我们依然就给它 同归为农业生产者销售了 就完了 你看 接下来对农业生产者销售的 外购的农产品 以及农业生产者 外购农产品以后再生产 再加工后销售的 仍属于规定范围内的农业产品 就不属于免税的范围 就要正常征税了 农民买进来的只能是种子 只能是大棚 你要自己把它种植出来 然后说完了 这个农业生产者销售资产品以后 其实您还要跟我回一个问题 我们在前面第七节 给您讲出口的时候 我们国家三个这么说 出口免税并退税 然后是出口 只免税不退税 你看在只免税不退税 他是不是说过 农业生产者销售资产品 这我们作为一般纳税人来讲 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来讲 我给他出口了 这时候我们是只给免税的 不给退税 为什么 因为他没交 因为他本身农民是免税的 他没交也没得好 因为他买进来都没进香 对吧 好说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 就刚才一直在举例子 避免药品和用居 这个您应该知道吧 他是可以免税的 但是很多 据我了解很多企 他是放弃免税的 因为避免药品和用居 一般来讲 他都是卖 卖给大批发商 批发商 卖给小批发商 然后卖给大超市 这时候他们都是寻求 进香税额的 对吧 那有人就问我了 他说的 为什么很多企业愿意 要进香税额呢 他说本身 你比如说 A把东西卖给了B A就跟B说了 你给我100万就完了 因为我卖的那是B药品 然后呢 你就别给我增税了 然后B说不行 你别免税 B就跟A说 你别免税 你免税的话 你给我开不了专票 你给我开不了专票 我们老头就不让我找你买东西了 这时候有人说了 老师我想不通啊 说他要是 B非要找A要专票的话 这13万不得B掏吗 对吧 A说行 我听你的 我放弃免税 我交税 那么作为B来讲 为了得到一张专票 你不必 得掏出来一个100万 再掏出个13万 都都是你自个儿的钱 你招骂极 你玩骂命呢 您别忘了 作为B来讲 比如说他的肖像税额是27 他就要 寻求进香13 有人说了 有骂用啊 他那13能抵的 不是他自个掏腰 给的A吗 因为增值税不是买方给卖方吗 您别忘了呀 我们后面还会给你讲一个成建税 作为B来讲 他的肖像27 减了进香13 还有14 他在交承建税的时候 他就拿14 加在城市 乘以7% 他的承建税 交易费加和地方交易费加 都因此而计税依据变小 都因此而少交 如果这个B跟A说 你免税 你给我开不了专票 A说开不了 模式免税的 那好 这时候B就说了 哎呀那怎么办呢 那我现在 我就是肖像啊 我没有进香啊 我没有这实际上的进香 那么相对是零啊 那么就相对是 他拿27来乘以7% 5% 你会发现 为什么很多企业 他不愿意当那个 享受了免税 给他开不了专票的 呃这个上游企业去买东西呢 因为他如果本身 自个儿肖像很大 他就要进香 虽然是我自个儿掏腰包 得到的进香水有票 但是你别忘了 他会造成我将来交 承建税的计税依据变小啊 而承建税也是7% 交易费加 地方交易费加加一块 所以这玩意就也挺多的 就12%了 当然你要是承建税 5%的话 那最终也10%了 所以就造成很多企业 他必须得要转票 你要是你不放弃啊 作为上游企业 你不放弃 你免税 我都不找你买了 啊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 你得把这些知识 自己就 作为自己的这个思路 你给他自己去天天琢磨琢磨 啊你看看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还有呢 就是古旧图书 是指向社会收购的 古书和旧书 哎呀这个古书和旧书啊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这个一旦出口的话 也是只给免税不给退税 因为古书和旧书 可能是前楼年间的 那个时候的税款 人家可能都交过了 或者那时候根本就不该整 所以人家当新书的时候 可能压根没属于你增值税 增税范围 现在而且你 你再想象 但凡我把那个古书和旧书 我们认识一个人啊 就是卖你旧书的啊 卖旧小儿书啊等等 他都是从非品那买过来的 买完以后再摆 买摊卖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他买进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进香 他再卖出去的时候 你让他肖像 怎么捡进香 对吧 再说这个东西也比较特殊 也在现在来讲 也没啥增值不增值 所以我们就给他免税了 而且你会发现 但凡卖古著图书的 都是那小作风 都是那老百姓 在桥头上就卖 卖点书 所以我们就给他免了 这就是给他免的 您了解一下 另外您再看后边 456挺有意思的 你看啊 456里边说的 是直接用于科学研究 直接用于科学试验 直接用于教学的 进口的仪器和进口的设备 进口这件事情 我们前面可能说过的啊 进口是专门要组价 叫进口计税 就进口组价计税房 你要组价的 但是这时候我们说 如果你进口的是仪器和设备 正常来讲应该交进口换业赠税 对吧 你是为了科学研究 科学实验的 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 这个科学研究 这个行业这个事业 对吧 所以这个进口我们给你免 另外呢 就是外国政府 国际组织 无偿援助给咱们 进口的物资和设备 这一点在2020年 年初的时候 就三年前 我们疫情在中国刚刚爆发的时候 体现的 特别明显 是吧 蒙古国 弄这些个 怎么一千头羊主来了 是吧 说送给我们 让我们吃羊肉 说还有一些日本拿玫瑰 确实给我们东西了啊 日本也给了 那不都相当于是外国政府 国际组织 无偿援助给咱们进口的 物资进口的设备吗 那不都是我们那个时候 不够啊 这口罩啥的 你说我们海关 还能征进口 换业赠税税吗 肯定我们就免了 这一看就外国都白给我们 我们自个儿海关 还能征我们自个儿赠税税吗 然后再看 由残疾人的组织 直接进口 供残疾人专用的 你看全是进口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物品呢 比如说像轮椅 这样的东西 前提条件已经说 好了 是残疾人的组织 而不能是企业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企业的话 那你在进口环节 该交赠税税 你就得交赠税税了 当然了 有些人说 那人家上 比如说上海这个进入口公司 他就交给海关赠税税 他也一点不伤心啊 因为他交完以后 他是要转嫁到最终的 这个残疾人身上 你卖给谁 你是要从谁身上拿过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 为什么要有一个残疾人的组织呢 就要这个残疾人的组织 由这个组织到国外去买 也是关爱残疾人的方式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想让这种 进出口的公司 在残疾人身上 再去拨这份利 再去挣这份钱 所以一般都是残疾人组织 代表残疾人 就像全国有残疾人协会 对吧 都有啊 这残疾人协会 后面讲关税的时候 也会提到东西了 就是关爱残疾人的方式 基本上就不给 这种基础公司这个机会 我们不少你买 我们这种自己去买 残疾人组织去买 就给大家了解一下啊 然后接下来您再看第七个 就是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自己使用过的物品呢 是指其他个人 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其实在这儿呢 您也知道了 其他个人就是指你我这样的人 对吧 比如说 前两天我们家还把一个 用旧的微波炉就给卖了 卖给谁呢 你说那肯定就卖给收费品的吧 比如说楼底下 收了收费品 我说上来四楼 多管就是我们家 然后人就上来了 一看这微波炉给我50块钱 其实我就不是在销售啊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就问大家 你说我需要不需要去交增值税呢 给我免了 为啥要给我免呢 因为实在征不过来 就跟我刚才说 农业生产者销售资产农产品 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各家各户 你们家冰箱不要了卖 我们家微波炉不要了卖 那如果此时税务局要想征的话 首先你看 征的是增值税 您说有增值吗 压根没有增值 我当时微波炉 500元买的 现在可能50块钱就卖出去 没有增值 另外一个假设 你说需要交的话 那你说税务局怎么着 税务局也不知道哪天 哪家能卖个微波炉啊 对吧 那税务局只能跟收费品的保持联络 对吧 免你去哪号楼 你打签站 我在后面跟着你 谁卖给你了 我找谁征增值税 你觉得这合适吗 天天前面有收费品的后面 税务局就跟着 那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肯定是 销售自己选过的物品 都给免了 但是现在唯独像你我这样 老百姓 只有销售我们自己 住过那个二手房 还是要争的 就是老百姓用到的 比如说你说像 像咱 咱要跟买云一样 我有个写字楼 我卖出去了 那一般老百姓 他是有不了写字楼的 对吧 我这写字楼都我的 我五个亿买的 我现在卖八个亿 你自然应该正常 现在老百姓正常来讲 也就是比如说 我们家有个二手房 卖出去了 这个真的是免税的 真的是免税的 但是我们家有个二手房 从买到卖 不到两年 那这时候肯定就得正常 我们前面讲过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关于增值税 攒刑条例里面提到的 这几种是免税的 您最起码通过这几页的 你知道这些 您理解一下 你看真的跟货物相关的 没几个 外货就是农民 卖自产农产品 然后就并用品和 然后就古书和旧书 然后其他这三个 全是什么 进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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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销售 自己是一个物品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来到提议品来看一下 下列各项当中 应当计算 缴纳增值税 那就相当于是 不能免呗 您看A 旅游景区内的所到 运输取决的收入 首先您看它是旅游景区内 你说哎呀 我记得所到运输 应该属于交通运输服务 还不是 它是属于旅游景区内 您说那所到 就是为了观光的 但凡是旅游景区 它属于生活服务 生活服务当中有 吃饱了就有税 那就餐饮住宿 还有旅游娱乐 对吧 还有教育医疗 您知道 所以这个应该正常去交纳 增值税 这个可没有给免的 再来看B 它说农业生产者 就农民销售资产农产品 这个真的是免 真的是免 好我们来看一下C 它说 没有运输工具的承运者 承运国内的运输业务 哎 这道题的体验在这了 承包下来了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 没有运输工具 但是它作为承运者 它就接受下来这个活了 那么当时我们怎么给大家讲的 你还记得吗 如果是国内的此时 对不起 因为你没有运输工具 但是托运人不知道 你比如说要2万 托运人说 对对对 我上回就是2万 运到了 这回我给他2万吧 但是人家托运人不知道 你没有这个运输工具 所以人家 给的你 就是按照 有运输工具的那个钱数给你的 所以这个时候 即使你没有运输工具 照样应该交 您知道按什么叫吗 交通运输服务 因为你没有说 你没有运输工具 你说吧 我给你运走 对吧 你给我多少钱给我2万 人家想要追就2万 好 这时候您记住 但凡是国内运输 它就应该按照 交通运输服务来叫 但是如果我改个字 你看啊 没有运输工具的承运者 承接的是国际 从天津到日本 国际 它也没有运输工具 这时候我们中国政府 对这个 没有运输工具的承运者 享受的是什么政策 给它的是什么态度 是只给它免增止税 因为你毕竟是弄到了日本去 那相当于是已经跨境了免税 但是退税吗 不退税 所以免税 免税 您看这道题 问大家的是应当计算 要缴纳的 而且它又说的是国内 那么这个点在哪呢 大家可以跟我翻开 翻开您的这本基础大通关的第 基础大通关的第39页 在39页 您可以找一找 二邮政服务上面那句话 括号8 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 按交通运输服务 来征税 然后接着您从39页 再给它跳到93页 我的天哪 正好 93页 您来看一下 93页的最后两行 以无运输工具承运方式 提供的国际 看见了吗 国际运输服务 无运输工具的承运业务的经营者 适用增值税的免税政策 所以这个选项 我们前面都提到过 您得自己看一下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说残疾人的组织 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 我们说过免 对吧 您看看这道题 归根结底应该选什么样 B和D是免 但是我说问应当缴纳 那就是A和C了 你看选项BD属于增值税的免税项目 当然就不计算缴纳 增值税了 这个题大家看一看 其他题目您自己看 我有些不讲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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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